国有城西城四方 城有军西人一场 尘重能兮为东凉 君有后夕持正方 字节手段出落榜 女一角牛钟惶惶 染命一戒君子女 是今凭你百姓康 未愿我能一日为期 从心从小无私负礼 为父子情与内 归父是独于心 世情与处无数理 但愿我能尽皆其余 一军一副 无有担心 深奈君的指数 名为天下更近 每次还平临 过几日 朕要请吕一俭看戏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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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得差不多了 你甘心一下 你甘心一下 且看梓美为这位姑娘做的词 能不能盖过那刘三变呢 梓美怕是不敢写 免得今夜进不去扫子屋了 大哥是不是 梓美不是不敢 快拿指笔 快拿指笔 欧阳兄 几年不见 欧阳兄的文明更胜了 月仗爱及了欧阳兄的文采 每每有欧阳兄的新闻 信誓流传 都要遣人抄来 与家人同赏 好 这个 薛相公 对修的关照 修 甚是感动 去年浊经过世 她还遣人来致癌 今年 进京之前 还派人做梅 说要把四姑娘雪给修 好 欧阳兄 意下如何 先喝一杯 喝嘛 说正事 这薛相公还是更爱军矿呀 是不是 三姑娘过世 这军矿又娶了五姑娘 还是薛家女婿 是不是正是旧女婿做新女婿 那要是修真娶了四姑娘 这以后怎么称呼军矿呢 这不是大姨父做小姨父了吗 别在意 别在意 走 喝酒 孙三美 咱们呀 再写 再写 我看看 好了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用书客多了 好 少回来 行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们回吧 不在这儿了 说什么呢 怎么了 他那笑我姑爷 说姑爷救女婿便新女婿 不是 还说大姨父小姨父什么的 不是 还说大姨父小姨父什么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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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写得好 走 我们回家 好啊 合吃此言 人生皆有欺负 便如泥 有得一事 便有了事一事 大吉有火醉外方式 已有遗漫召会之二日 召会 听这说话的声音 倒真仿佛范仲妍回来了 道也算 同时天涯沦落人里 吴文词语 廖依依 仅曾师从半钟礼 朝为日下 母天涯 不须耳草 相遇有期 好 好一句不须耳草相遇期啊 人生荣辱 日复云 悠悠天地 胡能之 甲乙文采 臣为范仲妍情怀所感 失态了 无妨 这又不是在大殿上 说起来范仲妍这首诗 是学了白居易琵琶行的行来 许多相似之处 叙事确有相似之处 不过白居易听过歌女字述 是江州司马青山诗 范仲妍听过花匠字述 却是不学耳草相遇气 不论诗词文采幽略 臣以为范仲妍此诗 才是世人应有的胸怀 陈道以为 道不只是范仲妍的胸怀更开阔 稚气更甚一筹 而是同为贬处 白居易所处之时 并非慎逐主政 唐宪宗虽有忠信之志 却并不能诚心纳见 白居易兴细百姓多为民生请愿 却遭人陷害 贬处江州 心灰意冷 范仲妍虽暂时被贬 却深知陛下人厚爱名 纳见如流 因此对陛下 对朝廷充满信心 文卿给朕戴了一顶高帽啊 逼着朕纳见如流啊 臣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国语朝圣 喜白风 一日天能放而归 范仲妍 您立足废后被贬 废后风波已过 如今 众亲为朕选的皇后曹氏 沉稳端庄 恭敬敦厚 想来 当时激烈反对废后的范仲妍于尽 定也承认 曹氏远比郭氏 是有国母之义 官家说得是啊 这想必范仲妍已经知错了 范仲妍是耿之能臣 一时偏激也是心忧社稷 如今她在任上新办学堂 治理水患 历经图治 政绩卓著 若无她过 可在适当的时候召回 以充实管阁 官家所言甚是 臣受教了 改日臣便同梁府同僚商议 若有适当的职位 将范仲妍召回便是 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 家里还有个更大的 这里有几对残儿 可以分给你们去啊 宫中也是有种丧树的 从前太后娘娘便教导你去 官家到 官家 官家 我们在这儿闹了娘娘好酒 酒也喝了 书也看了 便告辞了 你娘的酒啊 能否请我饮一杯 幸何如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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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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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到一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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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百姓而言比论语诗经还要有用 以后要多做刊印 去年我便让三四拨款翻印了一些医书 臣妾知道 镇丽人翻印医书你怎知道 臣妾只是碰巧听哥哥说了而已 不止医书以后建筑武器都要成熟 譬如成建宫殿那些材料最好便有个计划预算 不至于有的短缺 延误工期 有的又被多了 白白浪费 丹淑 没想到你也懂些机械 还颇熟悉农耕 想来也是随父兄去过不少地方吧 丹淑可是要歇息了 官家怕也是累了 今日外头风大 我让华儿给官家拿一盏防风的灯来 是 朕还有些闸子要看 你怎么过来了 官家 你怎么过来了 廖子差人去跟我说 官家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 连他都不让陪着 他担心是不是他伺候的不咒 莫子 你说皇后心里 是不是还在恼恨打婚夜里稳 我 作为贤后 他该宽宏大量 无论官家做什么都不该记恨 不过 陈翔 皇后心里 一定很难过 我刚才在他那儿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 他也没有留我的意思 官家想要留下 娘娘还能拒绝吗 我不想勉强他 我不甘心勉强他 我不甘心勉强他 也不甘心勉强他 不甘心勉强他 我不甘心勉强他 不甘心勉强他 对不起啊 我在入宫之前 便时时注视着她 看不到她 便关注她的争灵 就比如看阴艺术 可是她不喜欢我 也随父兄走过不少地方 我今日才知 在我入宫之前 她原始有个很喜欢的姑娘 出身上家 走过不少地方 好 姑娘 那是从前的事了 官家已经送她出宫了 那是群臣不许 她是被迫娶了我 连大婚当夜她都不肯来 如今我也懂些机械 怕是与那姑娘有三分相似 倒是想留下来凑合了 原来我这里就是她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姑娘 官家 官家她毕竟是官家 姑娘不能这么计较的 是啊 是啊 我是怎么了 那日我都对自己说好了 我做个好皇后便是 她是官家 我不只是她的亲 更是她的臣 不 她不想让我做她的亲 你 那我便好好做她的臣 我从前还想着 为何不能身为男儿辅佐她呢 好 如今 替她管好后宫 做好那株 也是极好的 也是极好的 好 华儿 替我输喜吧 我不能明天红着眼睛 我不能失忆 是 好 郭氏听说官家另立了皇后 撞过一次柱子 救过来之后染了风寒 却拒绝服药 您看她毕竟是新皇后 这官家也吩咐过 衣食用度不可亏待了 这又自杀又得病的 还是得跟官家禀告吧 这是后宫事 当然要向娘娘禀告 请娘娘处置 这 娘娘才入宫 而且 毕竟这国室是先皇后 万一 你这是嫌娘娘资历不深 必要藐视中宫之权 还是你怀疑娘娘德行不够 不能秉宫处置 小人不敢 好 我知道了 娘娘 竟非如此自残 是未得官家注意 官家心软 当时竟非做出那样大孽不道之事 官家废后时候仍然伤感 还叮嘱张茂泽 照应竟非衣食助用不可亏待 竟非如今大胆胡闹 想必是要让官家怜悯 念及旧情啊 据无所知 竟非因无子 而自寝入道观修行 因此废除后卫 降为竟非 是谁说她曾做了大逆不道之事 是官家 可有诏书为证 这是第一回 吴便当严妇都知 其吴年轻不熟旧事 不懂规矩 今日吴在这里清清楚楚说 在吴面前讲任何人是非 都需有证据 若吴跟吴具议论他人 尤其以下论上 吴绝不会纵容的 臣不敢 臣再不敢了 你下去吧 此事 吴次会与官家商量如何处置 是 官家 娘娘求见 快请皇后进来 是 是 官家 今日是什么好日子啊 皇后入宫快一年了 第一次来赴宁殿 将西域进贡的葡萄梅酒取来 是 臣妾今日来 是为了敬妃 我以为哪儿不对吗 我就是好奇 你的名字 为什么叫廖子啊 廖子不是管茶水的内人吗 你又不管茶水 我以前管的 那宫里面 这么多管茶水的内人 以后也都叫廖子吗 那怎么分得开啊 只有我叫廖子 为什么 以前 我管茶水的时候 有一次 官家在锤拱殿 与几位大臣议事 中间官家渴了 几次回头看我 想要茶水 发现我瞌睡了 便忍着咳 直到两个时辰后 一完试 才在苗娘子那儿 摇了水喝 官家当笑话 讲了我听得瞌睡的事 那之后 一凤阁所有人见了我 都叫廖子 再之后 就所有人都叫我廖子了 我原先的名字 当没有人叫了 原来是这样 官家为何不叫你啊 官家若是叫我 所有人便知道我瞌睡了 官家为了你不被罚 宁可可着 天哪 他真是个好人 难怪姑娘这么喜欢他 臣妾初入宫 不知之前恩怨是非 不敢做主 思前想候 还是只能将此事烦扰官家 请官家定夺 此事 我需得向皇后赔个罪 来 其实 两月 两月前 我听说郭氏日日挨苦 曾经心软 让茂泽去看过他 想私下接他回宫 前皇后 虽已不拘中宫之位 却也还是敬妃 臣妾所指 初宫修行 是他自己想要静心 自愿之举 如今既不开心 官家也愿意接他回来 是顺理成章之事 我事是 为了 陈妾可事 说错了什么 皇后 你真这么想 同是奉旨入宫 同是奉旨为后 曾借同情她 什么 今日皇后既然为此而来 又对我如此坦白 我也愿意将这一段恩怨 讲给皇后 也愿给皇后解释 我为何会肥过失 毕竟 我们是夫妻 关甲一直都是这样 特别温和 对我们也是极好的 从来没有见过她 因为伺候不周 责罚过谁 我们姑娘也是 姑娘对我们更好 不但教我读书 还偷偷带我去骑马呢 所以 郭氏是绝不可能 做好一个皇后的 非郭氏我不后悔 但是她 生性憨直 从无害人之心 若说错 只是错入了宫廷 所以 我不忍她 落得如此下场 孤苦凄凉后半生 官家说得极是 臣妾也认为 该将她接回宫中 我是想将她接回宫中 她却拒绝了 说 既然是昭告天下废后 若要再接她回来 却也绝不肯偷偷的 偷偷摸摸回来 无名无分 在后宫中娘子之中 如何自处 皇后说得是 这我倒是疏忽了 罢了 人各有命 以后我让帽泽 对药华宫多照顾些 把持穿用毒的定力 再增加一倍 天蝎伺候的人 也就是了 要名正言顺地回来 侧为贤妃 或是贵妃 也无不可 臣妾知道 过是回宫 侧为妃子 在臣妾之下 但是她又是前皇后 性格刚硬又要强 这关系并不好处 不过身为皇后 这一辈子 便要处理许多难事 也不多这一件 谢谢您 丹叔 这是臣妾应该做的 官家 若将郭氏封妃接回宫内 臣妾还有个请求 你说 苗娘子等三位娘子 已入宫几年 温婉和顺循规蹈矩 服饰官家 孝敬太后和太妃 从未出过差错 臣妾以为 该当为他们升迁 甚好 若是别人便也罢了 和尔自小便是我 最亲近的人 跟了我这些年 始终是个俊俊 委屈她了 还是皇后想得周到 臣妾今日来 便时着两件事 官家忙于公务 臣妾这就告退了 谢谢官家的葡萄美酒 改日臣妾新酿的末药好了 再要官家共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区 姑娘 你今天向官家告辞的时候 官家脸上全是不舍得 他想要我留下 开口就是 我还能抗旨吗 姑娘 官家这么温柔的人 他若以为你不愿意 肯定也不会强迫你的 你怎么会知道了 料子说的吗 再说了 姑娘自己也知道官家好 她是很好 可是 她前有过世 虽废了 心中还欠就不忍 永苗娘子 是最亲最近 又最疼惜的娘子 有喜欢到不愿意 居在宫中的臣姑娘 官家对姑娘如此坦诚 那 那是信任姑娘 她是信任我 她信任我 能做好国朝的皇后 能做好国朝的皇后 总之 我如今是皇后 不再是曹家的姑娘 不能任性 否则和郭氏有何区别 她能信任我 我便不可辜负 这份信任 我不敢留在她的面前 就是怕心里的这点 克制不住的不开心 会跑出来 我想 以后会好的 我总对自己说 不该计较 不能计较 慢慢地 也就不计较了 姑娘 过几日 官家便要去南郊治斋 许多事情需要准备 我不能再胡思乱想 自缘自缘自缘 华儿 换上安眠的香 我今日早些睡 是 侧锅是为贤妃 生三位娘子的位分 这说是皇后的意思 这皇后倒是贤得得很哪 要说三位娘子虽入宫几年 从无过错 但却也并无特殊功劳 也未能淡于子女 在姓皇后入宫之后 同时深切 这就是姓皇后的大恩德啊 这姓后不愧是明门之女啊 我还听说她在书院 听过范仲淹讲述 果然高明得很哪 她一边答应废后回宫 册封贤妃讨好皇上 一边以升迁为赐 拉拢后宫娘子 对抗前皇后 皇后 曾经听过范仲淹讲书 这 很可能跟范仲淹她们 颇有交情啊 如今 又笼落废后 这曹皇后 这曹皇后 颇有张宪太后之风啊 官家决定 侧敬妃为贤妃 接回宫内 入宫后居于何处 尚需商议 娘娘让我们早做准备 娘娘 人都知求见 人都知这么晚来 当真有要事 华儿 你让人都知在大堂等一下 我这就过去 是 华儿 敬妃轰了 前几日不是说只是小病 已经让太医诊治 不再 cử绝服药了 太医们说 静妃的病甚是奇怪 应该便是普通的伤风 加机育 本该几服药下去 便好了 可始终没有起色 反而加重 太医们正商议着 调整药方 谁想 昨晚他病情突然加重 太医过去时 他人已昏迷 尝试着用针下猛药 都没救醒过来 陈彦看了竟非失身 未发现中毒迹象 但陈医细核对了御药院记录 又从他口腔之中 去了残渣彦看 确定 阎文印送取的药 并非汉林医官院王太医 所开的治疗风寒的药 而是能 引发竟非喘疾之药 此几些指尖 一为臣腾禄的御药院出路记录 一为王太医的方子 一为臣抄禄的医书上 有关喘疾的辩证 都在导臣 darauf 根据经营黑木ppo 还被構成医院江村 还有大家准够的 还准够有öll准局 这fits破禁ORT 的阻力 藉副基本的人 还可以进刑 对없이 我怎的又糊涂了 我岂有假无事 断了线的风筝 无事身红事 错失的魂魄 情千人不知 温柔的一线光 黑暗中善良 让星辰阳望 让万物生长 多情总被无情杀 不思量自难忘 草生花发 笑我无颜土悲伤 多情总被无情杀 情深别来无恙 想着光的方向 为世人点亮 了无情的伤 我尽总被无情杀 深情别来无恙 今夕何夕 身在故城任唏嘘 情深不知 所谓 人家可处不离伤 消灭的奢侈狂 相识无言 深情伴久入惆怅 无情总被无情杀 深情别来无恙 今夕何夕 身在故城任唏嘘 此生不知所以 曾地人间回音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